新城乡公所8月1号晚间在新城乡多功能活动中心 举办原住民传统服饰技艺研习成果展 有原住民娃娃传统服饰成果走秀等表演活动 而现场更有部落的文创市集 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 各族群共同参与同庆 现场文心且团结 现场相公所原民所所长泽轩表示 相当合理台认知以来用心推动部落文化传承 将新城乡打造成为族群融合的团结幸福之乡 各个族群互重互爱 而原住民传统服饰技艺研习成果展 特别选在原住民制办理一匹非凡 而原住民族日的意涵 原住民族努力争取证明知识土地等权利 证明运动的历史是台湾社会共享的珍贵之产 它不断提醒我们多元文化与族群平等是如何得来不易 而多元文化与族群融合打造团结幸福的新城乡 也正是相当合理台带领团队多年来努力目标 8月1号原住民族日 我想回想到民国83年的8月1号 在县华里面我们将三包改为原住民 在民国94年的时候 为了纪念这一天的日子 在8月1号当天注定为 我们都会举办小小的活动 我想原住民族的各方面的文化的传承 各项的活动啊 在这几年当中 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 他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族群是融合在一起 互相尊重 所以我们都是一家人对不对 所以我经常在讲一句话原住民 阿美主任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要互相照顾互相扶持 在那会台亲自与主人们同乐同庆 关心文创世纪以及原民美食 并表示原民多年来规划各项传统基于演习 8月1号更配合原住民族日 举办传统服饰基于演习成果 活动招统安排传统舞蹈的展演 其中青年月舞展演非常的精彩 正是推动文化传承的成果 记得希望你 希望你希望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